伊朗发动了资杀系 无人继续攻击以色列 所以今天资金的防空洞 跑到了相关的油价概念股 金价概念股 甚至国防军工股 但是我们录影的同时间 美国期货盘开高 台指级的夜盘开低走高 法国股市 德国股市 今天同步的开高 所以这场中东的危机 还会再持续的蔓延吗 如果不会的话 今天成为资金避风港的 在接下来有没有自己的题材 可以有续航力 玉堂我们请您上台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为什么这个周末中东这么的不安宁 对 其实来源就在于 之前这个以色列 在这个攻击到伊朗 在叙利亚的这个大使馆 而且在他们摘戒约的时候 对 受到攻击 那里面就有这个指挥官在内的 一些军队阵亡 所以这个伊朗就谈到 这以色列就是凶手 所以他要报复 那时候是在4月1号 就已经说了他要报复 当然美国的一个情之 其实已经是要收到消息了 因为在周末假日 不是伊朗把这个无人机 飞机这样射过去的时候 其实前几天就有新闻了 就说伊朗要来攻击了 所以当晚就4月13日往前 发射了300多个无人机 就是要去这个袭击以色列 那大家就很担心 那以色列是不是要报复等等 然后在这个 大概就是这前一天左右吧 那消息很多 一下说要报复 一下拜登说已经赶快安抚了 对 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纳塔亚 那为什么可以安抚成功 因为这个拜登就打给他 那以色列你们这个 有没有怎么样 他说没有事啊 我们99% 这些射过来的无人机 都被我们挡下来了 你在旁边有听到 有有有 他有打架给他 他说有没有怎么样 他说没事 99%都被这个所谓的 铁球系统都挡下来了 那没事就好了 你要打人家干嘛 人家又没打到你 你要打他干嘛 你前面都把人家的 这个领事馆炸了 他说你不能再打 你再打下去 黄金要涨了 油价要涨 我今年说 我已经有在公开演讲说 我今年要降息 你再打下去 我怎么降息 而且我年底还要选举 啪 电话就挂了 所以第一个 这个初步性的危机就是 以一的冲突 暂时告一段落 就是差不多这两天 就是很快就结束了 但是我觉得衍生的问题 就是中东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 大家还是会担心嘛 因为毕竟 以巴的冲突也还没结束 而且以色列的民族性 说实在话也是蛮强的 你说要他们从过去的这个军事 他们的一些行动来判断 因为毕竟以色列是全民皆兵 这个气当然他先咽下去 但是之后 这个冲突 我觉得中东整个地缘政治的风险 还没有结束 因为你去看 黄金其实在上周 有一度冲高压回 现在还维持在相对的历史高档 油价也没有下来 所以我觉得市场上的资金 现在比较有一点避险的情绪 如果假设就是 因为毕竟通膨 其实有一部分是要预期的心理反应 未来的一些部分 那假设这个通膨在持续的话 大家也会担心 费得今年降息什么 从三月六月 现在已经到九月 然后甚至还有传说 是不是更后面 假设通膨压不下来 那费得又没办法降息等等 这种所谓会利率政策的不安定 这个也会让市场的资金 我觉得也会有所移动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来讲 就是说刚好顺着台北股市 其实你看今天 电子的成交比重 一度都五成以下 了不起 我一旦看就五成 从上礼拜就有这样的味道 所以刚好军工今天 又有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军事的冲突 整个买期又上来 又是所谓的国防政策的概念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 从以一冲突之下 其实今天大家就看到两个 无人机嘛 现在都用无人机去攻击 但是我觉得最受瞩目的一点 就是这个 以色列的叫做铁穹防御系统 这个是最关键 因为以色列没有被打到 全部飞弹 那个无人机都被拦截下来 伊朗射了很多这个无人机 一些导弹过来 那这个铁穹系统就是 它有雷达侦测与追踪的一个装置 在这边会去看 有这个无人机过来了 对 无人机过来了 好 然后这个是控制中心的管理 它会分心那些弹道 然后计算要哪个拦截点 对 拦截 然后这个就是飞弹的一个发射系统 然后从这个地方飞过去 去拦截到敌方的导弹 刚才不是有说 99%射过来的无人机 全部都被拦截下来 所以以色列这一次 并没有所谓的传出什么重大的伤亡等等 就是这个铁穹的防御系统 把这些在空中的飞弹 全部无人机全部都拦截下来 所以拦截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你要先侦测到 对 侦测的之后 再分析它的弹道跟计算 要在哪边拦截才拦得到 对 然后再发射 飞弹出去拦截 所以刚刚谈到嘛 其实我觉得最受瞩目的反而是这个什么 铁穹系统 它可以把就是让乙医冲突降下来 假设以色列真的被打得很惨的话 这一定要反击的嘛 因为它都没事都被拦截下来 然后你说台湾 台湾有 台湾大概有两家 第一个是要做钛合金的像金刚 因为本身雄二雄三的飞弹 我们台湾的部分 钛合金的一些特殊管材 它就有供应 那铁穹系统的飞弹里面 有些零组件它也有供应 只是因为金刚来说 它的一个毛利率 或者今年第一季营收不是这么好 其实股价表现比较平淡 但我觉得比较具有特殊性 立即性的应该是这一家 叫5222的全训 全训做的是这个PA晶片 那在飞弹雷达里面用的 就是功率放大器 只要是定位 像刚刚谈到 雷达要去侦测这个飞弹的位置 然后你发射出去的飞弹 要很精准的命中 当中要有那个雷达晶片 就是PA 功率放大器 那全训做的就是在军工这一块 它在台湾应该算是目前在 不管是我们国防自主化 它是最大的受惠者 光是到2030 像国内的天宫 雄三这些飞弹 几乎慢慢的几乎就是 国内自主化有全训工艺 光是这个订单 大概到2030 出估都有60亿 它去年一整年年营收是12亿 那这些飞弹的营收 它一定是未来这几年要交货 还有60亿的订单 是未来陆续要交货 所以它的订单能见度长线是好 那刚刚谈到这个以色列 它在它的法术里面也有谈到 以色列是它估计客户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 大概占它营收占比快10% 那里面就有谈到像是 体穹防御系统里面的关键的一些雷达晶片 就是有它有供应部分 占它营收占比以色列为主的话 占在占10% 而且在去年挪威主权基金也有去买全训 买了大概2.58%的部分 就代表说它在军工产业的地位上 在国际不管是在台 台湾更是就是它是唯一 那国际它绝对是有一定的一个竞争性 所以它算是这一次中东危机的相关概念 我觉得是最最能直接受惠的 因为今天还有涨无人机 但无人机说实在话 并没有没有打入到国外的市场 而且技术还没那么高 但是全训的部分 我们看它的基本面 其实它是一家营收获利 这几年一直在成长的公司 这是我重计到2019到2024的预估值 它2019年一收大概5亿 然后后来在国防自主化 还有外销的电单带动 从5亿 7亿 9亿 10亿到去年是12亿 那今年预估大概有14到14.7亿 EPS从3块8 4块 3块7到5块8 到今年有机会6块5到7块 毛利率都很稳定 毛利率这么高 因为比较算是独占寡占的市场 它是有一个技术的门槛 那现金股利也发得很稳定 3块 然后2020是1块5 但是有股票股利3块7 然后3块5 3块4块 预估今年可以发到5块 因为差不多都是跟着EPS 同步性的成长 所以我们看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其实非常好 但是唯独就是有些 我常讲股性呢 它果性真的不好 你看它其实过去 其实军工在涨 它也有跟着动 只是第一个涨幅没那么高 而且涨一天跌一天 然后常常留上影线 但我觉得这种个股会 我是比较中长期看 因为我刚刚谈到 台湾的这些飞弹里面的 这些雷达晶片 未来几乎都是由它 最独家供应 所以以这一波来讲 打了这个大底之后 而且它今年第一季的营收 应该是创立年的 就第一季的同期新高 所以我觉得 以红色的这一条 大概年限 174 175 这个是重要的景线观察 那我觉得它的业绩 EPS应该算是在 这一波军工里面 是已经是缴出来 从去年 过去几年都一路成长 不像有一些公司 可能EPS还没那么好 但是比较活活先上来 那我觉得它是真的能够吃到 不管是国内国际的订单的话 其实国内有些 投资给它报告 就是股价可能会往 更高的一个空间迈进 所以我觉得是 这不是for短线的操作 比较for一个波段性 我觉得业绩是会好 它是跟这一次中东的危机 以色列最直接的 那如果我们把范围放广一点点 其实在今天这场中东危机之前 国防军工就开始动了 所以我刚刚谈到 刚刚谈到是 比较波段中长期的 那这一面列出来呢 是股价够活泼的 我记得上次我有谈到 黄金三雄就是 光阳科基尼加隆 我说你就挑加隆去做 因为这档就是 股性活泼 股性活泼 然后在投资人也爱 就是市场 不管当冲隔日冲 那黄金价格还在飙嘛 还在维持历史高 那股价呢 我看一下今天收31.9 今天是拉红可以又涨停 我们上礼拜谈到在这嘛 我说你要挑三档来做 虽然它基本面 你说它是最差的 但是如果黄金再涨 你挑它做赚钱机会 是最高的 那距离你上一次讲 也已经涨一波了 还有空间吗 如果明天再开高 你前面有买的 可以先卖一点 因为短线正管理比较高 但是假设黄金如果在这 这一段期间内还是很强的话 它应该是还有空间 因为你看今天的像第一桶还是很强 加龙还是很强 今天又涨停 我觉得它是比较能够有 你说投机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就是短线上 可以把它做为就是金价上涨 你要操作就以它为指标 好 黄金 对 然后乌人机有三家 就雷虎 中光店跟长龙航台 这两家是 这前面两家是现在最活泼的 尤其雷虎 最具指标性 其实雷虎起讲那一天 就是赖清德去加义无人机 这一天就开始涨 那今天刚好就是 又有中东的这个冲突危机 就是天使地利人和 大家又不爱电子股 那台湾无人机本来产值就是 未来都是2030年是到400亿 很高 那今年国防的预算 也有71亿 那这几家都是有参与 国防部的标案 当然可能要到5月中下旬过后 才会有一些确定的标案释出 我们来看三家公司 那雷虎应该是最活泼 这个就是当时那时候 赖清德去这个无人机中心 就第一根红可以出来 然后就一路沿着群线上来 所以这家公司的操作 第一个我觉得 当然过去这个地方 你就是沿着拉回去买 当然今天你可能错过 比较好的买点就先等一下 因为波段其实他已经涨了快 快五成了吧 50块起涨 来到现在80块 我们再看这个中光店 这两家是这一波无人机里面最活泼的 就是差不多就是一起涨 从也是从70块涨到107 那另外谈到的长龙航碳 因为他股本比较大 那但是他今天是留了上影线 就是他在无人机里面 他联动性算比较后面 所以我会觉得你要做他可以 只是你可能要像今天来讲 比较热度够的时候 你来不及追那些雷虎的 你可以去追他 但是如果说你要把他视为最强势的无人机指标 可能不是用这样的逻辑 你如果真的要赚到短线的一些架杂的话 可能刚刚谈到雷虎中光店 你就要做一个短线的一个适合 好所以他雷虎中光店是领头 除非那一天整个无人机真的好热 然后你觉得阵不到他 对长龙航碳这样带起来 了解了 好谢谢玉堂请先回座了 所以这场中东的战争 可能会引发出哪一些的商机 可能会引申出哪一些续航力的买盘 提供给你做参考了 说到了标案 等一下来谈谈 我们台湾最新一期离岸峰店的投标案 上个礼拜截止了 有外国厂商有台湾厂商 台湾厂商现在到底处境如何 为什么专家说平衡健康稳 休息一下关心告诉你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